大家好,欢迎阅读最新一期的十部次元,经典漫画龙珠其实在刚开始连载的时候,鸟山名其实并没有考虑太多,最初也只是想创作一个长篇的连续冒险故事而已。 于是他融合了中国奇幻冒险剧著《西游记》以及日本传统的冒险故事里《剑八犬传》,外加上成龙的功夫电影,之后就创作出了《龙珠》这一部漫画,在经过编辑鸟党和烟的建议后,鸟山名在龙珠的漫画中添加了格斗元素,以及采用了淘汰制格斗比赛,这种能够吸引读者一直追着连载看下去的模式, 于是就有了天下第一舞蹈会的设定。 在天下第一舞蹈会中出现了各种武功高强的选手,悟空他们必须经过层层的努力以及拼搏把对手打败后,才能晋级下一轮比赛。 而这些在天下第一舞蹈会议集之后的故事中出现的强性对手,也成为了现实中众人竞相模仿的对象,于是就出现了很多让人过目不忘的角色COS照。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货币真还原货来人的COS照吧。 球迷弗丽莎这是一张在球场看台上看球的观众的照片,照片中的人COS成为龙珠中的超级反叛弗丽莎。 这位观众的表情看上去多么的神情自若啊,就是从这位球迷的打扮上实在不知道,他究竟是来支持哪一支球队的。 肌肉老纳巴这是一名平式健身教练的日本肌肉老所COS的纳巴,纳巴作为被吉塔的部下,又是仅存不多的赛亚人之一,拥有着非常强壮的身体。 这位肌肉老充分的把自己的优势通过COS纳巴扒回出来了。 据说这名肌肉老因为COS纳巴还获得了不少的人气呢。 老外尊悟空这是在一段视频中所揭取的画面,画面中一名老外模仿龙珠中悟空发出龟派气功的架势,再加上各种闪闪发亮的五毛特效,虽然显得挺廉价的, 但是从他们认真的表情来看,这两名老外还是COS的挺有良心的。 少女偶像COS熟悉日伴女子偶像团体的人,看到这张照片后,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女子偶像组合桃色幸运草味的成员。 这是该组合为了宣传动画电影所演唱的官方主题曲的PV,平时就以各种奇异装扮,没特色的桃色幸运草味。 这次干脆COS成了龙珠中的角色,司仪波欧这位拿着话筒的大叔应该是某次活动的司仪,可能是为了活动效果吧,他竟然COS成了龙珠Z的最终发派波欧。 其他的部分先别说,这位大叔的身材确实挺适合COS成波欧的,可能还不够还原的一点就是,大叔你可以把脸也顺便涂成粉红色的吗?这样就更像波欧。